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案被告放學 陳皓桓非常之不想疑問 有亂專制的香港 10月10日中午又發生珠寶店劫案 一條價值2,200萬元的玉石頸鏈 被兩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去 並徒字搖搖 時事評論員馮希傑對此發文風刺表示 今時今日的新香港印菜搶不到 刻忍辱了大批長劫印菜 讓香港變成國際大都會 週一中午時分 兩名南亞裔男子闖入位於 廣東道8號的英皇中標珠寶店 持刀持客職員 並劫去一條擺放在廚窗 價值2,200萬元玉石頸鏈 警方在案件簡報會商表示 鎖定3名南亞裔男子疑犯 至於3名疑犯的其他特徵 由占旺警區認施總督測 優宇星沒有再補充 只是指現階段資料顯示 案件不涉及三合會 有記者問到 香港在短時間內 與鬧市區接二連三發生劫案 警方對事件有何看法是 優宇星只是回答 不方便評論個別事件 我們回顧一下李家超上任 才短短100日左右 香港上報紙的劫案 就有以下幾宗 第一宗發生在7月5日清晨 太平村平治流外 一男一女租兩名兇徒長劫 30萬元現金 及一隻價值40萬港元的 努力士J聰那手錶被搶走 其中男事主還被大途斬傷 第二宗發生在8月25日下午 元朗康福街珠寶店 一名搶匪搶走總值超過100萬港元的 多盆金色 其中包括46隻金手租 25條金鏈及一個金吊墜 第三宗發生在8月31日下午 銅鑼灣諾克道借市標行 四名歹徒掠走一批總值約1,300萬港元的名標 第四宗發生在10月1日天眉光市 四名歹徒闖入九龍塘獨立屋 綁起戶主及外傭 搶走再預100萬港元財物的甲慢 對此 馮希乾發文諷刺表示 李家超上任8日印菜搶不到 更引辱了大批搶劫印菜 馮希乾表示 三年前港府還順勢旦旦 聲稱為了不讓香港背負逃犯天堂的污名 必須修訂逃犯條例 沒想到如今的香港 竟然從國際大都會變成國際大都會 何必的是此都非彼都 馮希乾感嘆 特首及其他港官卻安之約束 甚至不在乎交代過往8日的斬刃和搶劫案 到底徵破了多少宗 逮捕了多少人 近8日內 香港警方破得的最大案件 就是所謂的濫發 濫用異甚至 難怪現職劫匪 或者有志投身搶劫業的人才 見現在香港的破案率 剛何日下 知道機會來了 肥運 自然觸緊百年難逢的機遇 是國際大都會進展所長 你特首要大家講好香港故事 但是今日香港 罪案多於牛母 如何講好香港故事 馮希乾認為很簡單 只須向世界宣揚 古有盧不實惠 金有劫不用槍 其實劫匪應該感恩港警的和平 離聖非暴力 以前打劫 除了要有水缸來做膽 沒有手槍、機關槍等做武器 都不敢輕易妄動 如今就意識多了 拿把刀仔 甚至拿支藤條 或者塑膠水喉通 就可以食大茶飯 李家超說的 生意好啊 看來世界真是要和新香港說聲 恭喜恭喜 俄烏戰爭引發紛爭之際 香港都被捲入其中 10月5日 一艘租歐美多國制裁的俄羅斯巨型遊艇 Nord停泊在香港水域 在美國國務院的警告下 特區政府兩次發表聲明拒絕 區港蓋遊艇 有分析人士擔心 港府讓蓋遊艇停泊香港 隨時會成為引爆西方制裁香港的定時炸彈 學者沈玉輝表示 數個月前已經預計香港有機會成為俄羅斯的白手套 他說自從俄羅斯被西方重手制裁後 就資、走印、洗錢等都要重新設計途徑 一個淪為普通大陸城市的香港 又有資源自然成為寡頭的工具 他續指今年6月加拿大環球右報發表文章 討論香港如何成為俄羅斯寡頭 儲存財富的下一個熱點 文章引述專家稱 在過去幾個月期間 俄羅斯寡頭將他們的資本以驚人的方式 轉移到一個新地方 香港 各專家指 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是離安金融的先驅 雖然在全球範圍內 俄羅斯富豪不會只是看中香港這一個城市 但是當俄羅斯被歐美制裁後 再透過倫敦、紐約走資 已經不可能 即使將錢存在意大利等國 都不再安全 而香港比起杜拜、開曼群島等 拾錢天堂根據吸引力 專家續指杜拜雖然都是做灰色生意 但是它的配套與居住、教育等方面 都不及香港 香港還保留殖民地時代留下的 接近完美的基礎建設 這個對響往西方生活的俄羅斯寡頭來說 充滿及人力 另一位來自美國的哈德遜研究所專家 都認同該提法 認為香港擁有結算自動轉帳系統服務 可以處理數十億美元的交易 無需涉及美國銀行系統 因此香港是逃避西方制裁的 就資的不宜之選 岑玉輝認為 香港建立於殖民地時代的金融制度 是受西方國家認可的 如今這一制度遭到濫用 可能不再獲西方認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提及香港要有底線思維 準備好面對美國將貨幣無棄化 岑玉輝表示 香港食兩家茶禮的日子將不復存在 換言之 香港不可能一邊幫俄羅斯就資、洗錢 協助俄國打仗、入侵烏克蘭 同時受惠於歐美西方金融市場 因此香港的金融界要做好準備 因為香港隨時被因此事而被西方國家制裁 一手長142米 名為北方號的超級遊艇被發現停購在香港 北方號價值5億美元 擁有豪華客艙 兩個直升機停機品和一個電影院 據悉這一豪華遊艇屬於普京最親密的富豪朋友 阿列克謝、莫爾達兆夫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這位俄羅斯大富豪被列入美國、歐盟和英國的制裁名單 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匪制等國執行制裁禁令 已經沒收了停留在本國港口俄羅斯掛頭的豪華遊艇 已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親信門試駕壓力 港府表示 香港只會根據聯合國制定的禁令採取行動 而不會根據西方國家採取的單邊制裁 對停購在香港水域的俄羅斯富豪的超級遊艇採取制裁行動 據美國彭博社報道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聲明表示 為逃避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制裁 部分人士可能將香港當作避風港 這種情況讓人進一步質疑當地商業環境的透明度 發言人補充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都將除缺於是否遵守國際法規和標準 各界擔心俄羅斯寡頭可能會透過將資產轉移到香港 來規避美國和西方盟友制出的制裁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直言 美國企業越來越緊身看待香港的商業環境 並指出北京當局削弱香港自治權的舉動 加劇了這方面的擔憂 美國鼓勵所有司法管轄區在協調下採取行動 協助實施制裁 北京當局在香港全面實施港版國安法 打壓政治自由 加上嚴格的疫情限制措施 導致近年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削弱 新加坡連升三級 正式除代香港 晉升全球國際金融中心三級 除了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都及及可偽 繼維珍航空宣布撤離香港後 有消息傳出 再有歐美大型航空公司 考慮撤離香港基地 原因是不滿港府嚴格的入境檢疫措施 10月10日前問真召集人陳浩煥 及前香港言語治療師工會吳明理事 統一營滿獲釋 陳浩煥感謝寫信探監和送車的朋友 並表示未來五年不會離開香港 我現在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不想議問 今年26歲的陳浩煥悲空組織 參與反送中期間的五中遊行同集會 被攀籌22個月 在去年5月底開始復應 10月10日他迎滿出獄 王浩煥、陳寶應、曾建成、劉慧卿、賀修蘭等人 在場迎接並逐一如他擁抱 陳浩煥首先感謝寫信探監和送車的朋友 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人送車的畫面 真是好感動 陳浩煥感謝家人支持 提及蘇月前去世的父親 他眼泛淚光 因復應沒有發現父親最後一面 只能出席送禮 他說每日都會想到當時父親在他人的參扶下 虛發停旁聽 好想親口感謝父親 不過現在沒有機會了 他又指不會刻意違法 但是心中仍堅持信念 希望香港人不要害怕 要繼續爭取應有的東西 剛剛獲得自由 陳浩煥說會去旅行 但是在5年內不會移民離開香港 我現在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想移民 同日獲釋的還有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5名前理事 包括前主席黎文玲 前外務副主席楊逸義 前秘書吳考爾 前師父陳元森及前委員方志浩 5人早前被控發布3本羊村系列兒童繪本 被裁定村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性 今年9月10日中秋節被判監禁19個月 5人被控後一直還押 扣除日數及行為量好求減 10月10日刑滿獲釋 羊村案是手中被控煽動刊物罪 被告不認罪受審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 黎文令及陳元森已經在9月16日提出定罪上訴 不過目前香港司法機構網頁上 暫美有該上訴凌晨的日期 有機經濟發布 128人ili